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哇 财云姐 这块肉可够大的呀 对 咱们接下去要做什么菜 公投大肉 明朝时期 景宁出了一位乐善好施 积极支援国家建设的大商人 名叫陈荡 他靠经营银厂起家 人称浙南银王 陈荡对下面的公投十分慷慨 每顿饭都会准备大块肉给他们吃 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景宁人便用公投大肉这道菜 来寓意慷慨大方的行为 可看着彩云姐将五花肉 切成约五厘米见方的大块 我不禁好奇 这该怎么下口呢 这已经是改小了 是吧 在以前的话 我们农村去招待客人的时候 这道菜它要做得更大 一块肉要有一百克 这么讲究啊 这是显示咱们就是主人家慷慨 对 这种块越大就表示主人家越慷慨 大块五花肉已经让我觉得无从下口 而彩云姐又拿出了稻草 把每块肉都捆了个结实 这到底是吃还是要让我打包带走啊 这个在我们农村的时候 如果说招待客人或者说宴席上 一般会给客人准备两块 每个客人准备两块 一块在宴席上吃 一块呢带回家 可让这个稻神就拎着回去了 对 还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对 姜葱垫底 肉块贴紧马放 加上白糖 料酒和酱油 第三泡的茶水又干又纯 用它炖肉 无疑是对五花肉最温柔的补味 最后再加热的补味 放入鲁盐 将其是蒸蛋 倒入鲁盐 涂肉